巴布教,巴布教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新教派,创立于1844年。创始人教塞易德、阿里、穆罕默德、1820,或1819年生于舍拉子的一个年不伤家庭。成年后经商五年,后驱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与纳贾夫,均在近伊拉克境内朝圣,受到什叶派谢伊克教派的影响,成为其信徒。 1843年,谢伊克派的领袖塞易德、卡塞姆、拉什特去世。 次年5月23日,塞易德、阿里、穆罕默德在谢伊克派教徒的支持下,自称为巴布、阿拉伯契与士门的意思,人们所渴望的就是主马赫迪的一致,通过此门传达给人民,创立了巴布兜。 1847年,巴布宣称自己就是伊斯兰教的第十二世教长马赫迪就是主,并绑照可兰经撰写了末世录,宣传建立一个没有压迫、人人平等的正义王国,要求保障人身自由,保护私有财产,负债必须偿还,严守商业通讯秘密,用法律规定利息,统一避之等等。 巴布集结了许多弟子,到各地传教,号召人民做好准备去迎接新生活。因此,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。 1847年巴布,被政府逮捕入狱,1850年7月惨遭杀害。巴布被捕成为1848-1852年,伊朗人民,掀起反封建压迫,反殖民侵略的巴布教徒起义的导火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